音色三行 音色四行 OK 不过 刚刚同学有提到 其实这边可以改成一行就搞定 有没有 就是多笔同时塞资料 所以这个马上可以试试看 也就是说 当然你做四笔记录 你要做四行程式 但是你可以写成一行 可是我也没试过 你有兴趣的东西自己试试看 因为不然的话 其实好像感觉都是我在debug 都是我在 其实好像我自己想到 我自己想到 自己改一下 我想到改一下 所以最后变成老师功力特别强 学生功力特别弱 OK 所以 我觉得应该倒过来才对 可能我提出一个需求 你们要把它做出来 这样才是比较正规的 那其实像我之前 有那个企业内讯 也是电子商务公司找我 他们其实找我的目的是 就是把所有interview的人 通通找来 只要合乎第一阶段 大概六十几个 他们要找 就是Java 写那个Java的工程师 全部先找来 叫我去做什么 先给他们讲解需求 然后呢 讲完之后 我们不是讲Source给他们 这个我不讲 我是只有把那个画面告诉他 请作答 然后他们就要开始做了 对 然后作答完之后 有做出来的 第一阶段就留下来 大概第一天我发现 大概一半的人 现在就是第二天就没有出现 再来第二天 第三天 就是我一直丢问题 丢问题 然后最后留下来 大概只剩三个人 那就再从这三个人 还没有他就是培训 就是那三个人 真的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找人才是最正确的 其实我想过 好像大概类似像什么 Google以前实习大叔那种 类似那种影片里面 就是 对 就是有点像这样的 反正我不管 因为我也不知道 谁是我要的人才 那经过这样一轮两轮 所以我那时候的角色就是 我是都在丢问题 如果你的问题做出来了 那你就留下 如果你不能做出来 那你就拜拜了 就这样子 那也是OK 因为我觉得这样你们 应该会比较 很积极的去把媒体都处理完 我就觉得你们现在比较 好像比较easy 很悠哉的 反正我比较不easy 反正我 OK 不过倒是没关系 至少就是你们 要慢慢的 但是我觉得也不能把自己弄得太紧张 但是也不要把自己放得太松 当然学习 OK 好 那这个地方应该可以了解流程 那不过 这边因为我没有特别去判断 因为如果说 像同学说 老师你怎么会又一直有香蕉 一次就有香蕉 第二次又 为什么 因为你产生一次 它会有香蕉了 第二次你在跑 uncreate 它又有香蕉 所以会一直有重复的东西 可以做出这种 OK 或者是说有香蕉了 现在就是猴子 所以拿香蕉只能找到猴子 这个无关的 类似像这样的判断一下 最后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会get all 那这边我是把它独立出来 写成一个什么 get all 丢到cursor 那get all里面呢 就是独立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是把它写在底下 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去抓所有资料 用law query 我是在这边下语法 slate 所有的那个 就是 这个应该是 slate 我这边的话 有个别名的叙述 别名 这个地方的别名 指的是什么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slate出来的话 它这边有一个 一点香蕉 一点香蕉 可是我们进去的 不是一个香蕉吗 怎么变一点香蕉 也就是我这边 可以设个别名 别名的话是ID 加上它的名称 所以这边的 有个叙述叫做别名 取一个别名 在那个seql里面 这个别名的叙述 是被允许的 OK 然后呢 price 这边的话抓到说 return 把这个 这个cursor给return回来 那我甚至我看过了 这边是另外起一个 这个东西叫做 类别方法 那我呼叫他之后 他就执行了 而且会有个return return是什么